不用一根钉子一滴胶水 就能把寻常木头打造成精致的工艺品 最近广西的一名木匠阿木爷爷王德文火了 他凭借一手木工绝活 不仅登上微博热搜 他的木工视频在外网的播放量也突破两亿 大到损帽结构的木拱桥 小制玩具鲁班锁 在他的视频下能看到全世界各地的观众 用不同语言留下的评论 以63岁的年龄成为网红 是种怎样的感受 王德文坦言 自己对网红其实没什么概念 至今他依旧觉得自己是个普普通通的木匠 什么钢板油板 当时我也知不到 说你称网红了 什么网红 我说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农民 就是一个普通的木工 把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入到国外去 受过照到受到了老外的这个称赞 也是挺高兴的 自13岁起跟着师傅学习至今 王德文跟木头打了50多年的教导 年轻时他靠着给别人做房梁 打门窗维持生计 至今王德文还保留着用传统笋某工艺 制作木件的习惯 在他的视频中也很少能看见高科技工具的影子 凿子 袍子 锯子 再加上指尺和铅笔 这就是他最称手的工具 在他看来 学习损某工艺并不复杂 主要是靠坚持与细心 学习损某工艺啊 工这个工料要平整 要光滑 他的这个尺寸要卡好 不能有半点的书锅 七八十年代物质还比较匮乏 当时村里流行打家具 王德文也迎来事业的鼎盛期 但随着机器工业的发展 来寻木匠的人越来越少 他也曾一度怀疑 传统手工艺是否会就此消失 而自成家立业后 他也过起了退休的生活 却没想到在视频平台上 传统手工艺迎来了新的契机 从这一八年开始吧 做这个鲁板弄 我发的视频 看来有能学没能学 要是有能学 那就是受大家欢迎 在视频上有点魅 我们都跟他们说 叫儿子跟他们回答 要是没能学 我们也在乡旁边 有愿意学的吗 你可以看看 不愿意学吧 你看到视频 对你也没什么影响 也没什么方略 就这样他永久不会失传的 王德文说 了解的越多 越觉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因而也更想去了解 那些近乎失传的手艺 等到疫情过去了 他计划去北京的故宫看看 多学点东西 把视频再拍得清晰一点 讲得更明白一些 让更多人了解到 传统文化的魅力 到北京 看看那些个故宫里 有雕地龙啊 有些个老物件啊 那边是很多 别的地方应该是看不到的吧 我们还要虚心 学习这个先进的东西 先进的那物工坡 有看不见的 有找不着的 我们还能找一点 现在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 是干到老学到老 一辈子也学不完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